盛夏的太湖边刚过早上七点 源头主的气温已经超过了30度 44岁的水保姆王建伟 原本是一名快艇驾驶员 2007年无锡水危机后 他被抽调到源头主景区 紧急组建的蓝藻打捞队 打捞聚集在水面上的蓝藻 一转眼已经十多年了 直接捞起来它就没有多少的 它就是说它晃一晃 然后水流掉蓝藻流下来 那个流下来的就比较稠的那个 我们基本上最多的时候 六七百斤 蓝藻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30亿年 在营养丰富的水体中 蓝藻常于夏季大量繁殖 在水面形成一层蓝绿色 有腥臭味的浮沫称为水花 加剧了水质恶化 危害鱼类等水生生物 严重时会造成鱼类的死亡 每当水温处于25到35摄氏度之间时 蓝藻就会快速繁殖 大面积地漂浮在水面上 春夏两季 太湖盛行东南风 蓝藻便吹到了无锡 粘稠的蓝藻像油漆一样 覆盖在水面上 细密地千枣往下到水里 跟蓝藻一碰上 三四个人拉起来都费劲 整个一个夏天 基本上七八个月之内 都是在太阳底下 所以比较黑 而且还要湖面上 经过蓝藻水的反射以后 更加容易黑 所以打到蓝藻还是比较辛苦的 每年四月上旬至十一月下旬 是蓝藻的活跃期 王建伟和队员们 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十二小时 午饭也是轮流吃 2017年蓝藻打捞队 升级为水环境保护队后 装备逐渐机械化 队员已经从最初的七名 增加到三十五名 方圆0.6平方公里的水域 每一波蓝藻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无锡位于太湖西北部 拥有的太湖水面面积 占全湖总面积的32.4% 是太湖蓝藻治理的主战场 在无锡 每天有近千名捞藻工 在全市各个蓝藻打捞点 辛勤工作 打捞 目前仍是治理太湖蓝藻 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 2007年太湖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蓝藻爆发 带来了像无锡这种城市的供水危机 向全社会敲响了警钟 所以按照中央的要求 我们就汇同地方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 首先是编制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总体方案 规划了21项骨干工程 其实 正是2007年爆发的太湖蓝藻危机 为太湖的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按下快警戒 14年来 从水中到岸上 城乡污水处理 工农业污染源治理 小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 以及太湖蓝藻水环监测预警等举措 渐渐让太湖恢复本来面目 太湖平原上有不少丘陵 散布在平原上或湖泊中 苏州的西山四面环水 是太湖中最大的岛屿 也是我国内湖第一大岛 岛上层栏叠仗 位列太湖七十二峰之首的飘渺峰 就在西山岛上 我们以前那个城叫飘渺村 就在飘渺峰下面 小时候爬山 小学的时候去野营拉链 学军 去攻学龙学军的时候 去野营拉链的时候 就是去等飘渺峰 秦伯强是湖泊研究领域的专家 他对太湖有着独特的感情 他的家乡就在太湖的西山 童年记忆中的太湖 湖水澄澈 水草丰美 沿岸居民的生活方式 也亲近自然 1996年 喝着太湖水长大的青年海龟秦伯强 学有所成又回到了太湖边 成了一名太湖医生 太湖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建于1988年 是我国湖泊科学研究的野外支撑平台和科研基地 这里保存了很多太湖水生动植物标本 同时积累了许多大型湖泊资料 2007年太湖水危机爆发 这些长期积累的资料派上了用场 太湖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太湖 中国第三大淡水湖 以秀美风光和风饶物产闻名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太湖平均水深仅1.89米 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中 平均水深最浅的湖泊 风浪扰动比较频繁 水体透明度低 这给太湖的污染治理带来很大麻烦 我们那边有句话叫太湖无风三车浪 平常是没有什么风 它的布浪度很大 因为它很开阔 所以风的吹沉也就是很大 所以这样的布浪很容易发展 地域很容易悬浮 先去表层压 你放下去50公分 拿这提上来就看看 这颜色 三十多年前的太湖站刚成立之时 条件艰苦 设备匮乏 秦波墙他们只能乘渔船下湖 做一次全湖覆盖采样 需要十天到两周的时间 一旦遭遇强风 暴雨等恶劣天气 安全都难以保障 这浪有点大 靠有点麻烦 你只要能把它稳住一下 我来就行了 OK 好 好 好 这风浪比较大到不算大 但你要抢靠就很麻烦 我们有时候在这个风浪里面搭平台 这平台有时候从我昨天讲过的钢管 但是这风浪给它船一撞就帮它撞翻掉了 所以有时候在湖里边 我经常跟他们讲说湖里边 作业比你们想什么 路上的作业困难得多 而是小灯带几个小灯 现实困难并没有阻挡秦波墙 迎难而上的脚步 他决意要还这片水域当初的清澈模样 在长期对太湖湖泊研究 和水质监测的基础上 秦波墙带领团队 在太湖共设置了39个监测点 组织物理 水生生物 地球化学 环境方面的专家 进行野外探索性研究 如今太湖站拥有了一艘 价值300万元的科考船 构建了摇杆 自动监测 和人工寻测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在湖中一座座不起眼的浮标下 一个智慧大脑网络正每隔几十分钟 将气象水文实时数据回传到研究站 这些为太湖蓝藻水滑的预测预警 提供了技术支撑 七千多个日夜的监手 数百万人次的取样监测 秦波墙他们获得了 太湖生态环境要素变化的第一手数据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先控源解屋 后生态恢复的智湖主张 完全用生态的办法 能够不做控源解屋的工作 所以把这个湖恢复好了 没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后来这个建议也被管理部门採纳了 所以后来就是太湖指定 第一步就是控源解屋 从那个时候开始 无锡也好 输桌也好 长州也好 就大规模建屋水处理 屋水的管网 自2007年太湖水危机以来 尽管太湖流域的人口增加了一千多万 GDP翻了一番 但太湖水质没有继续恶化 蓝藻水滑也没有大规模爆发 太湖持续实现了国家提出的 确保饮用水安全 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范的目标 湖泊研究将秦伯强的职业生涯 与养育了他的太湖 威胁在了一起 他觉得有责任守护这片 生他养他的水域 让太湖回到童年记忆中 山清水秀 鱼虾肥美的模样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可能我这辈子到现在工作三十几年 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攻击给他太湖了 去研究客 你会终于看重提醒 这条路子的义股 自己也会终于看重提醒 你会终于看重提醒 地也会有线 网友 太湖人 在发生了 底部 跳下